各位同心,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台灣的小孩都不會說台語 比較說就說北京語 不是國語,國語就是我現在在說的 都說北京語 但是坦白說 不是只有他這樣而已 我兩個小孩也這樣,現在都在美國 但是我是這樣跟他說 你如果沒有跟我說台語 你不要拿來飯桌跟我吃飯 因為我聽不懂 當然我聽不懂 但是我都說我聽不懂 你在說什麼 我今天這幾個 一開始我都要說李定位的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現在新聞流到很大的 如果看電視媒體 台灣人會飛去 李定位落後他說幾句話 他說 叫麥英雄去讀書 他書唸的太少 他說用麵狂 麵狂就是日本人的麵狂就是 特色的意思 其實 很清楚台灣人哪有抗日 他怎麼有抗日 台灣人你給他聽出來看看 日本時代 用毛病的 裡面的社會是什麼 你的老婆老婆還是阿公阿嬤 是什麼 台政幾年交和幾年出事 有沒有 台政交和那是什麼時候 日本時代 沒錯 台灣是清條 掛給日本天皇 台灣人不願意 但是沒有辦法 國政法來講得很清楚 我台灣掛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派軍一拜 有一個 叫做賽德克巴萊 你別看齁 賽德克巴萊的人 他們說那些人在抗日 其實不是抗日 你剛開始的時候 你住在這個山區 因為以前的通訊很壞 根本就 全都不知道消失 香港日本人一拜 他的動作 他是外族 會他抗抗 那一步叫做抗日 後來掛給人 好像不像 以我們現在現主席來講 電視啦 美貨啦 這麼豐富 你住不住 你的學生 還不可以去跟他們抗日 那些人是說 那不準算 我老爸不給你 我沒當意 不可以 那是你用拔條跟他贏的 那不可以這樣 你老爸他有管理決定 他有租款 有主權的能做決定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國際法上面的 一個很簡單的嘗試 在台灣人 沒辦法來理解台灣人 用感情的 所以台灣人才是說 我怎麼來台東 我怎麼不可以台東 所以 我想說你們今天 大家來在這個地方 在討論法例 感情放在一邊 你如果沒有用法例 台灣永遠不爬那裡 如果用這個法例 我可以跟你說 不用多久 甚至我也聽我自己保證 在很長時間 我有在想這個問題 今年 十月十一月 法年打掌 說台灣人的國際不好 台灣人的中華民國 身份情不好 台灣會怎樣 現在媒體是都控制 他那些中國人的手頭 他不用怎麼說都記載他 但是我看媒體剛才說的 他那些什麼抗日那些人說的話 你聽就知道那些什麼都中國人 就是所謂外星人 因為他們在中國大陣 他們中國的教育是民族教育 民族 族群的族 民族教育 所以他對日本人很討論 我告訴你很討論 我們是日本人 這個問題就是 我說日本人 有些人傻傻 說啊 既然秘書長說是日本人 我怎麼再申請我日本的護照 那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大日本堂 已經被賣客 所以他改過了 怎麼改 他修改憲法 修改兩條而已 第四條和第九條 這兩條和第九條 大日本地國變成新日本國 這日本國的時候 就是跟以前的大日本地國不一樣 所以 我們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新民 臣民 但現主席的日本人 是日本天皇的國民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法律 但是 我們很難問 我們生長在隔壁是個阿爸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隔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怎麼 他都驚要用說的 我說這樣就是這樣 台灣就是我的 但是 福哥在有美共 站在後面 他說按照國際法 所以西拉蕊在 昨年 在那個南海 在那個海南島 他也有說 台灣這個問題要改觀 要用國際法 歐巴馬也說要用國際法 大家都說用國際法 但是最近 習近平 他才說要用國際法 中國的參謀總長 軍方說要用國際法 現在大家越說越勝 包括台灣 現主席也是一樣 你看看 安倍晉三 大家都以前說 我們日本人對我們台灣不好 對中華民國比較好 但是 我最近 和我們的駐日代表 那是日本人 他跟我說 安倍晉三 有跟他交件 他怎麼說呢 他說 你看我日本現在 現主是國改戰 對台灣民進會 通通很清楚 台灣民進會一舉一動 大家都眼睛很大 在自己看 所以 我們 你做台灣民進會 我們要很小心 每一步打出來 一定要正確 不要衝動 記得我跟你們說這幾個 因為 我今天有的人 會在裡面 黑白龍 黑白騙 不可以衝動 因為 台灣人 這麼久以來 幾千年以來 從來不說 台灣人關台灣人 我們是第一次有這個機會 十一歲 十一歲 如果宣布說 中華民國是否是無法 中華民國的國際無法 中華民國的國際無法 你說台灣會怎樣 我相信 每天就罵美國了 台灣不受美國人管制 台灣怎樣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沒有錯 國際法裡面 後面的台灣 這個地方 的名字叫什麼 叫做台灣 就兩個字台灣 沒有國 也沒有什麼台灣 台灣共和國 台灣 那都不像台灣兩字而已 這個台灣兩字 就要扣我們台灣民主 拔起來 之後 我們台灣民主 會發行身份證 現在都有了 四萬幾個身份證 再來就是 旅行證件 他們會跟你說 旅行證件 已經得到美國允許 我們可以發行 但是我現在不敢發 為什麼我不敢發 我現在旅行證件來發 你要過那個中華麵 海關不會過 現在不會過的時候 賀美鐵 就是在外面再給你電 你看 那沒效 所以 在沒有把握之前 旅行證件 我不想動 所以你認為 日本是我們台灣人的祖國 第一 它這點是正確 完全跟我們的理論 跟我們的說法是 不謀而合 坦白說 我去研究 是李政緯叫我去研究 李政緯跟我研究 他後 研究 他後 我要跟李政緯說的時候 李政緯說一句 他說 林先生 不能現在發表 以前他不會說我最沒了 你叫我去研究 我怎麼會發表 他花很多錢 為了台灣的租款 台灣的地位 他花很多錢 那時候 蔡英文 他去請11位 澳洲還是美國的 國際法律專家 叫他們來研究 一人給他一千萬 他花一億一千萬 研究的結論 六個說 台灣沒有租款 五個說有租款 大概分成兩排 我跟李政緯說 你要叫我去研究 你是不用發錢 但是他們那11位的文件 你也讓我看看 他說 好好好 我放在我的桌房 書房 我去找 沒辦法不及了 沒拿我看 因為他恐怕 這個事情惹得太大 所以 後來我是自己去研究 後來 我發年的時候 李政緯有找一個 因為他做夢 沒想到 我可以研究出來 因為我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對英文 看書的能力很強 而且很快 我看美國的機密檔案 別人要用一個學期看完 我不用 我差不多三天就改完 而且很奇怪 就是 我看 我又懂得看重點 這點是 我是覺得 天生的 我天生 所以有人在說 讀書 不要讀書 女兒不要讀書 女兒 打孩子 那都不對 要打你自己 是怎樣 你的DNA太爛了 我就說實在 所以 小孩不要讀書 不一定賣家 像我 我兩個小孩 一個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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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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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一樣 很好的 那都是DNA太爛了 借書 問題 所以小孩不要讀書 不要讀書 給他 自由發展 你會記得我告訴你 一句話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的父母 當然我的父親是都學 讀書 讀書 他也沒有在自己管 但每個孩子 五個都很會讀書 所以 扣一百分 回來 別母也不會說 扣一百分 幫你拍拍手 扣 扣九十分 幫你拍 不 怎麼說 順其自然 對你的孩子 也一樣 孩子 有他的特點 有的孩子 對那個階級 很厲害 你修學 比方 就給他去學 有很多孩子 我說一個禮 給你聽 我一個親家 兩個孩子 大了 很厲害 健康 都第一名 台大 保養 去美國 也是 哈佛 沒有的 扣得很好 現在在做教授 第二的 廟棠 扣九十 去學什麼 電機 學學的後 現在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鋒海 鋒海的 那個 中國的 主管基益 一年賺幾個月 所以那個大廳回來說 啊 要知道我以前不扣就好了 沒有 所以我要跟你們說 扣得夠 不是夠 扣得夠 扣得夠 就要一人想 我只有一個好處而已 國際法 我沒有 我 有辦法 我可以 來解救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只有這個好處而已 我真的要吃頭 我幫你補償 我沒頭肉好吃 國際法 誰要請你 對不對 你自己想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會想一想 我會自卑 我扣得好 什麼 你怎麼說 我朋友的 親家人是朋友 那大小的 建中 做台大 哈佛 他剛才說去做什麼 做高雄 你怎麼以前 過程的 那要討好一個 不要討好一個 以前 白阿姆一天 才沒有討好 你都說 保衛念書 你也看你們哥哥 怎樣 人家在鋒海 不是一個月 不是一個月 一年 才過了 還有國標 家裡有幾個經 你看 討好 討好 不是為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記得 不過你們看起來 孩子都很大 你的孫子 要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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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討好討好 給他主人的發展 這是我們台灣民主 這件事 對台灣的教育政策 要改變的地方 今天台灣的地位 到底是什麼地位 你不可以上課 跟他聽一把 哦 我們要是 大日本地國的國籍 不對 這樣子是不對的 因為 建政失敗以後 日本天皇的管理 去由 統統國幫他報道起來 古今朝富民條的 第一條 咬起來 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日本政府現在不能管 所以我們跟 日本一樣的層面 comment words 邦連 邦連 什麼叫邦連 就是說 我們也是一個 國家 但這國家要用引號 不是一個 政黨的國家 這好像 英國政府一樣 加拿大 他們的精神領袖 什麼人 英國的魯王 澳洲 他的精神領袖 就像 英國的魯王 他是一個英國的邦連 我們是以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府一樣 做主的一個邦連 但我們有自主權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中國人要怎樣 跟天主席的日本一樣 日本現在最大的問題 在哪裡 韓國人 韓國人 在日本的生活 他經營 他經營 協調 發政策 賣存 但是這幾年來 他經營這些東西 他賺到錢了 所以他賺到錢 他開始去參 日本的政典 所以 日本現在現主席的政典 裡面 有很多人 是韓國人變成日本人 這些人 他的首相在哪裡 在韓國 所以變成日本人 現主席 左派 共產黨的首相 很濃厚 這就是 現主席 日本的痛苦 其實 教導你 我這位是 好像在 國際班這些人 跟你們知道 因為日本有派人來 和我們開幾個派會 我知道日本 他們的痛苦在哪裡 我們的痛苦在哪裡 我們的中國人太多了 你看李政委 一個說的那位 哇 電視 演出來 通通是 中國那邊的 台灣為什麼沒有抗日 台灣當時在抗日 這個土地 就是日本天龍的 是要抗日 對不對 所以 是怎麼說 我們台灣會抗日 沒有抗日 那抗日是完全假的 所以李政委 不怪他 他怕你講的 你台灣人去討論看看 但台灣人有很多 包括我看電視裡面 有台灣人做立法委員 怎麼說 說台灣是日本的 我不同意 我說 日本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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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壽 日本哪有切斷台灣 你是建經書 你要將台灣 掛給日本天龍的 他哪有給你切斷 切的意思 逃脫 當然也沒有在外面做菜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法論和政治裡面 會在那裡混 所以我會煩惱 一個事情 就是說 美國現在他會去考慮 你台灣人到底是 我要政權行李還是沒有 如果要行李 如果看這些電視 他不會行 他說 你台灣人怎麼會變這樣 所以那時候 無關兩千空六年 十月二十月二十月 我們空五年 第一次去顧美國的時候 美國嚇到 美國說 你這個顧真是顧忌 一直到 差不多 那些電視 經過半年 來回已經 戰五六百以後 美國的北京 和國務院 和國防部 他們才知道 你台灣人已經很聽了 台灣人已經知道了 台灣人已經知道了 台灣人這麼含難聯絡 但是我們台灣民眾 你看看 從以前跟嚇人 我都非常低調 太陽花 一般人是說 要去支持 但是美國跟我說 你不要去支持太陽花 因為太陽花 是違反法律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不擔心 克剛 一樣 所以我是一直想說 美國這種做法是對的 我們台灣民眾要培養自己的實力 我們不是不站起來 我們一定會站起來 但是這個實力就是 要等到法律的方面 已經贏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站出來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 現在這個可能 要給大家看 二月二月我們控告美國 三月十二在美國 舉行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這個鴨皮 在全世界已經一億次以上 發官 將這個鴨皮看三次 看三次之後 中國的 他叫中華美國的律師 美國的律師 跟我們的律師 三方面去他的辦公室 跟我們問 他說 你台灣人 他說他不知道 因為台灣人 受到這個人權方面的 這個強力在壓迫 你有要背上嗎 你看 你要背上嗎 你要背上嗎 要 要 要怕手 要以德抱怨 沒有背上會怕手 你很聰明 當然要背上 對不對 這麼多年 有的人 寒恨 而終 這個 法官 怎麼說 你知道嗎 他問那個律師 要背上嗎 當然 他不敢回答他就問我 我傲人家不要賠償 這麼一年 我沒有賠償 我很痛苦 我沒有新聞錢 我更痛苦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鴨皮 你一定要看 而且知道說 這個影片 在說什麼東西 一億人 超過一億人的人 看過這個鴨皮 你讓你知道 美國的律師 美國的法官 看這個鴨皮 有什麼感覺 好了沒有 OK 請放 我先開始 請請 Ms. Lin 如果我請 我請請 然後我請 她 所以 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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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human rights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sixty years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were in political purgatory they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ty she refuses to continually endure the ROC's unfair treatment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fter World War two this time Mrs. Julian Lin and her husband together su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relieve Taiwan from the regime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s eventually th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may I please introduce mrs. Julian Lin good morning ladies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is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occur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th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th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 dea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ead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a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state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ase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violated the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in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imposing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 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udience 這個鴨皮已經超過一億的人全世界已經看過了 現在全世界有六十億超過一億的人看 當時美國的法官看這個看三次 問我們要要求背上嗎 律師問我當然也要 但是美國律師告訴我 你不要給我所謂 讓法官去伴 為什麼說法官去伴呢 因為美國對種族歧視 或人權的傷害伴的時候 背上都伴得很高 我記得一個例子 不過你們聽過漢堡王 在哈威夷的時候有一個黑人 漢堡王要吃漢堡 坐在整台前坐 漢堡王的staff 就是那個服務生跟他說 你那個人不能坐這裡 你要去坐那個窗戶旁邊 只說這樣而已 他沒說話 他就離開 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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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staff 對那個服務生跟漢堡王 種族歧視 你知道嗎 翻牠 拍牠 賠多少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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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那是保養公司要賠 漢堡王的保險公司要賠 我們 已經六七十年了 去給牠改那個國籍 讓我們很痛苦 我們要去世界各國 都不能給你生意 做中華美國的賠償 你有痛苦嗎 有 你怎麼都這麼萬賠 你有痛苦嗎 有 這都在轉播 你怎麼很痛快 非常痛快對不對 有 所以要背對不對 有 好 所以五月十七 又在日本的 東京的 日行的飯店 我們又去行一遍 對日本人的選擇 這邊的 演講給你看看 有 続きまして 林志安様にご挨拶をいただきます 林志安様はご了承などから 本土台湾人が受けている不平等な待遇を窓間にされ 台湾人政府秘書庁の文師匠様とのご結婚後 本土台湾人のための人権の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従事され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ご挨拶いただきます内容は 挨拶文の全部のうち 主として台湾人政府による第一台電訴訟の部分でございます 挨拶文の前面はお手元のパンフレットに 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の各言語版がございますので 皆様それぞれご覧いただきながらお聴きください それでは林志安様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みなさま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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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はお一総かしいところを 私たち台湾人政府秘書庁の出世仏省にお越しいただき 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主催者を代表し私台湾民政府の林志安から 皆様にご挨拶申し上げます 私たち台湾民政府が今回レセプションを 模様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のは 台湾民政府がいかなり背景で成立し 何を目標としているのかを 日本の皆様にご説明申し上げる だめでございますか 時間のつこうじょ このご挨拶の場をお返して 台日台名総称の簡略文に もし述べ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私たち台湾民政府が アメリカの占領下で 宣言を担うには まず アメリカを代理する 中華民国の占領を 集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その中華民国の占領を 先頭化してきたのが 今度台湾民から国籍的に 承認させされた 国籍である日本国籍を奪い 中華民国籍を強制してきた あの1946年1月12日の 国籍変更命令でした 国際的に承認されない 政府である 中華民国は 当然その 国籍も国際的に承認されず 本当台湾民は 物国籍を強制されている ことになります 無国籍の強制は 国籍を 所属する権利と 国籍を 意識的に奪われない 権利を 保障する 世界臨憲宣言に明らかに 違反します そこで 今年2月28日 私の報道 林氏秀 私、林氏安 そして台湾民政府の3万名のメンバーは アメリカの 災害省に 総称を 適していたのです 総称の相手は アメリカと 中華民国 総称の 菊手記は 1946年 1月12日の 国籍変更 命令が 無国であると を認めさせ 中華民国の 占領を 集結させる ことです 中華民国の 占領を 集結させて アメリカの 占領を受かって 宣言を担い 将来は 万国である 日本に 復帰して 日本の 集結家で 本当の 実を 実現すること それが 私たち 私たち 台湾民政府の メッサーズ 台湾の地 戦場が です そして 台湾の 地 戦場は サンファンシスコ 平和 条約で 検定的に 回復した 日本の 処刑を 全然ある もののものに 回復させる ための 大きな 一歩と なるものです 台湾の 政調が 要は 日本国 憲法の 課税を 初めとして 日本の 皆様の ご協力が 不可欠ですので 何卒 ご理解と ご協力と 頼まれますよう お願い 申し上げます 最後に 改めまして 皆様に 感謝を 申し上げますと どうぞ どうぞ 共に 皆様の 健康と 答えた方を お祈り 申し上げ 私 私からも ご挨拶と させて いただきます 今夜は どうぞ ご協力と ご感嘆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所以 馬上 日本 今日の 日本の とても 日本の 政府は 日本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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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は 台本 政府は 政府は 看過日本的政府說中華民國是台灣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聲明說中華民國給你台灣 沒有啊 確實就沒有啊 過金山好平台也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台灣民眾很打命 我們一步一步向頭前走 我們要堅決相信法理 我們沒有用建政的 我們也要建政我們賤不贏 什麼人不怕死 不怕死會怕手 怕死會怕手 我也是啦 大家都怕死 什麼人不怕死 不要在嘲諷啦 好 為台灣我雞姓小名沒關係不要來他賤 我不用叫你雞姓小名 我只叫你投去本搜 所以新台灣論啦 你如果沒有的真真正正是要檢討 我不是說他找我誰叫你就一定要賤 但那本搜 咳咳咳咳咳 從我們台灣 幾千年以來 收集的威返都在那本搜來裡面 寫得很清楚 如果有人問你你不清楚 你新台灣人打開看看 所以你不要說只剩一剩 不要剩一剩 剩一剩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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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效了 一定要去本搜 所以我有看很多人 找買回來 白好看的 放在紅街頭上 我投這本搜 這麼大本搜 不要這樣啦 要去投搜 稍後我講那個 剛才有一個演講稿 我們就用一個小冊來分給我們大家 還講那個 我們跟美國已經參與最好的 國際版書才分給我們 就是說 我們台灣會以後用內閣制 這內閣制給你先看 差不多一個月以後 你們會接受我們的法理典招 跟職勤訓練 最後跟職勤訓練的時候 專訓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挑選 你如果真的想要做歌 要做什麼歌 或是要做議員 完全讓你自己自由經 但我要跟我們講一個環節 你要經什麼節目 自己要先請看 你有幾經檔 因為 我有看到 有些人不親自己幾經 一個歐巴桑 我也六十歲 叫人歐巴桑 好像不太對 歐巴桑 我七八十歲 我精神很好 他說 我要做教育的補典 蛤? 我叫美國人幫他唱 你知道嗎 歐巴桑 我不是說他教育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 我說 你不要演技嗎 我就不要演技 我可以帶技就好 你不要錢嗎 我可以寫我的名 他說要做教育的補典 還有一個歐巴桑 說我要做教育的補典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大家說 沒錯 你是台灣民主 最好 你有管理下去經 你如果要經得最輕鬆的 你可以經得最乾的 做動心就好 動心就是 現在中華民國的老鴨 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做老鴨 一切福你都有 你不一定要做育 對不對 你如果說真的要做育 你真的 親親的自己 覺得比較輕鬆的時候 拜託你經議員 做議員 做議員就好 像嚇手 你有通過嗎 有通過 那種的就好 駿議員 你去做駿議員就好 如果有一些主意 還有一些概念 你就做內閣 這樣好不好 好 今天好上到這裡 明天再繼續